我觉得第一个就是中国企业的国际化大有可为 今天到了中国企业要走出去 在全世界全面发展的时间段 我觉得第二点的话 要有长期打算 整个国际化不是一出而就的 我觉得国际化有很多坑 大家要做好交学费的打算 以我做了十几年投资的情况来看的话 大学刚毕举创业的成功概率其实是非常非常的低 成功概率最高的是什么呢 是大学毕业四五年时间 在一些大公司已经做到部门经理这些人出来创业的成功概率是非常高的 第一个呢就是志向要远大 第二个的话呢要脚踏实地 我觉得这两者要结合在一起 就是自存高远和脚踏实地要结合在一起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